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月2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呢 最近几天在美国发生的一件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 很神秘的一件事情 我这两天呢,和网友聊了一下 网友觉得这件事不太奇怪 但是呢,我看美国FBI呢 以及美国航空局,他们觉得挺奇怪的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件事情 也许你会觉得不奇怪 你要是觉得不奇怪的话呢 请你留言说说为什么它不奇怪 那这件事情呢,是这样的啊 就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呢 看到CNN有报道 说礼拜二的时候啊 在洛杉矶的上空 大约是3000尺 将近1000米的高空 有一个航校呢 他们在培训这个飞行员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就发现在空中这个高度这个地方呢 就发现一个不明的飞行物 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人 他后背上背着一个背包 在空中就跟那儿飞 但是呢,他也不肯定这就是一个人 也没准是一个人形 也没准是一个向人的一个飞行物 这个飞行物呢 离他们这个飞机呢 就很近很近 那这个航校 他们报告了这件事以后呢 还有其他的几个飞行员呢 他们在飞行到那个高度的时候呢 因为洛杉矶啊 是一个大城市 它的机场呢 是非常繁忙的 对吧 就有好多飞机 从那个机场起飞和降落呀 那势必会到了那个高度嘛 好多飞机会到那个高度 那他们就看到 这么一个不明的飞行物 看起来呢 就和那个航校所描述的那个 大家的描述都非常的相近 现在FBI呢 就在调查这件事情 那FBI呢 就联系美国航空局FAA 然后呢 他们一起来调查这件事情 那我又查了一下呢 这样的一个不明飞行物啊 说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有的 在去年第一次被报告的呢 是9月1号的时候 9月1号是美国的航空公司 他们也是在3000尺的这个高度 相当于914米的这个高度 他们就看到了 就跟这回飞行物学校 所描述的这个情况类似的 就觉得好像是一个人 背着一个背包 然后就跟着飞 那回呢 那个飞行物呢 离美国航空的那个飞机呢 非常非常近 说只有27米那么近呢 那就差一点就撞上了 对吧 就很危险呢 他们呢 就觉得就好像是一个人 背着一个背包 就跟着飞 那是9月1号 对吧 然后呢 就报告给这个FBI FBI呢 就收到这信息以后呢 不清楚 他当时有没有开展调查 那到10月14号的时候呢 又再次发现在6000尺的高度 比上一次那个高度 可提高了两倍 上回是3000尺 914米 那6000尺呢 那就是1828米了 对不对 上回是将近1000米 现在就将近2000米的高度了 然后呢 又看到了 这回呢 10月份这一次呢 是中国航空公司看到的 然后呢 就跟他们报告 完了以后呢 同一天 也有其他的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呢 也看到了 在那个高度呢 也看到了这个不明飞行物 那我看到的这个报道呢 是从10月份的时候 媒体就报道这件事情呢 说FBI也在调查 那这回呢 又出现了 再说一下哈 这回是两个哟 前两次呢 都是一个 但是这一次呢 是两个 同时看见了两个 那FBI呢 就又还在调查 就说明这FBI呢 他们从上一次 9月1号开始到现在呢 他们是没有找出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不知道的 那这一次呢 就又出现了 为什么说网友跟我说 这个事不奇怪呢 说是呢 中国呀 就有人发明了 这样的飞行器 就拿一个背包 然后是喷气似的 然后就往外喷气 就顶出去了 就往上喷 就飞出去了嘛 就可以飞得挺高的 但是呢 网友告诉说呢 这样的事呢 只是在那种航空展 航空比赛的时候 好像有报道 说平常 然后就跟那飞呢 好像也没有听说过 说这个东西呢 现在还量产了 有人可以买到 然后进行飞行 就跟那个大江 那个无人机似的 我也有一个 大江的无人机啊 我也可以飞 很多人都有 大江的无人机 然后可以飞 对不对 但是飞不了那么高 我那个大江的无人机呢 最多也就飞 好像一百多米 它这个呢 能飞将近一千米 然后十月份 发现的时候呢 是将近两千米 这个高度就很高了 那就需要 很强的这个燃料 对吧 很强的动力 才能给它顶上去 再又是呢 那好多飞机都看到了 它在上面飞的时间 也挺长的啊 这能达到 这么长时间的吗 如果达到 那么长时间的话 那就绝对可以 从一个城市 到另外一个城市了 对吧 就不是飞着玩一玩的事了 而且呢 看起来是有人的 那网友跟我说呢 中国有人 发明这些东西 就是有人的 就是人上去飞的 这个东西呢 要说如果真的是 就是我们地球人 我看美国的报道呢 就不知道这到底是地球人 还是外形人 就搞不清楚 如果是地球人的话呢 这个技术还是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对吧 但是呢 这种飞行挺危险的 再又是呢 如果是地球人的话呢 这三次都是在 洛杉矶的机场附近啊 那FBI怎么就找不出来呢 对吧 FBI不是挺牛气吗 怎么就找不出来这个呢 包括话又说回来 美国的那种牛气 好像只是名声在外 这回这黑客 给他搞了这么长时间了 他们也一筹莫展 是吧 美国其实也没有 他们所吹嘘的 或者是我们大家 所认为的那么厉害 反正现在呢 这个事挺奇怪的 那这是这个事啊 让我联想到呢 在11月底 12月初的时候呢 还有一件挺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呢 大约在11月18号的时候 就有美国的这个野生动物 保护组织 还是研究组织吧 他们就是追踪那种 叫大脚羊的一种动物的时候呢 他们开着这直升机 就在犹他州 犹他州不是有好多的 那个红岩石的那个地带吗 那个地方呢 是生物是生长不了的 也没有人在那个地方 就很荒凉很荒凉的 那就这个直升机呢 就在那个地方 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呢 就发现 犹他州那个红岩石的 那个地带的地方呢 就在很隐蔽很隐蔽的地方 那就看到有一个柱子 那他们就下来 他的飞机呢 就下来 下来看这个柱子 然后一看这个柱子呢 是一个三角形的 金属的 是一个那种深银灰色的吧 那个柱子 他的高度呢 当时他们还有两个老外呢 就是踩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 他的高度呢 就是两个人的高度 那美国的 他那个老外个儿挺高啊 他每一个人可能都得有60左右 那两个人的高度那么高 然后呢 他们就拍了照片 发在网站上 但是呢 他就提醒大家说 大家不要去啊 不要去那个地方啊 那个地方是很难去的呀 很难到达的呀 如果你去了的话 你出不来了以后 你又得求救 然后又得耗费公共资源 浪费纳税人的钱 所以呢 让大家不要去 他也没有公布 那个具体的地址 但是呢 这个神奇的网友啊 是非常的神奇的 那有很多呢 网友呢 网红呢 就跑到那儿 就把他找出来了 各种的到现场 去做直播呀 到现场去照相啊 各种的报道 反正是 这事呢 就出来了 那是11月18号嘛 过了没几天 11月24号的时候 美国土地管理局 他们就转发了这个推文 并且美国土地管理局呢 提醒大家 在任何的公共的土地上 任何人不可以使用这个公共的土地 你不可以在那上面 作为你个人的用途 比如说你现在在那个地方 你安装了这个玩意儿 你这个是违法的 这是违法行为 甭管是你从哪来 它的意思呢 这里面就包含了 你不管是你从来自于地球的某一个地方 还是你来自于太空其他的星球 不管是谁在这安装了这个东西呢 都是违法的 那就是11月24号的时候呢 美国国家土地管理局就发了这么一个推文 然后28号的时候呢 美国土地管理局呢 再次又发了一个推文 他说呢 不知道为什么啊 不知道是谁 已经把那个东西呢 已经搬走了 这个东西呢 现在已经不见了 说那不是我们搬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是在公共的土地上 侵犯了公共土地的使用权 这是没错 是违法的是没错 但是这个东西呢 它毕竟是别人的一个东西 一个私人物品 说我们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就给它没收了 其实美国土地管理局 也是怎么叫无缘无故呢 你不是侵犯了你们的土地使用权吗 你不是可以没收吗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就不见了 不是土地管理局给挪走的 不知道是谁给它挪走的 好 那就是11月28号的时候呢 美国土地管理局呢 就做了这么一个推特的 向大家就报告 同时呢 他们还报告说呢 这个东西啊 很有可能是27号别人挪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人呢 不断的去探访这个东西 这个大柱子 然后有人去探访徒步往那走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一辆小货车 从那个现场呢 就开走了 看他那个小货车上面呢 就拉着一个东西 说很有可能是那个小货车呢 把这个东西给拉走了 然后呢 在那附近呢 就看到有车的这个痕迹 那就是说 有人看到呢 是27号 特别奇怪的是呢 在26号的时候 就是26号那个东西呢 它还在哟 26号的时候呢 在罗马尼亚 也发现了 跟那个非常类似的一个东西 也是那么一个金属的一个大柱子 那个大柱子呢 我也看了那个图片啊 从图片上来看呢 罗马尼亚这个大柱子呢 它的形状和它的大小尺寸呢 和美国犹太州的那个很像 但是呢 从表面上来看 罗马尼亚的这个上面呢 是有花纹的 而且呢 能看到它焊接的那个痕迹 它是焊接的 但是犹太州的那个是一体的 而且呢 罗马尼亚这个焊接的这些技术 也不在地 所以说呢 罗马尼亚的这个呢 肯定是人搞的 罗马尼亚这个呢 也是在那个地方呢 隔了三天 然后就不见了 到11月29号的时候就不见了 但是呢 12月2号的时候呢 在美国的加州 又再次出现了一个这种大柱子 这个大柱子呢 也是跟前面犹太州的那样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12月4号的时候呢 就有三个小青年 然后他们应该是网红了 现在网红呢 就搞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这小青年呢 就把这个加州的这个大柱子呢 就拆了 换成了一个木头的 也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可能就是要划中取宠吧 换成一个木头的 12月6号的时候呢 分别在荷兰和英国 又各出现了这么一个大柱子 那后来出现的呢 我想可能就是划中取宠了 因为我在最初的时候啊 大约是11月20号左右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加拿大的媒体 对这个进行了报道 我看到他报道的时候呢 好多人跟那留言 有的人就说呢 这就是有人做的这么一东西 划中取宠 说我回头呢 我也在哪儿买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也到时候也是成了一个名人了 或者是创造了一个新闻事件 那有的人说了 不对呀 那犹他州那个东西呢 在那个地方 这个大柱子你要扛到那儿的话 都很费劲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就是后来的这些呢 很有可能是人为的 但是犹他州的那个东西呢 就很奇怪 因为呢 你要扛到那里儿不大容易的 它离那个能开车的那个路 还是挺远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了 我没有看到FBI呢 来调查这个犹他州 这个大柱子这事 他们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吧 但是这个飞行物的这个东西呢 美国FBI在调查 那我还看到报道啊 像这种说 背着一个东西 喷气室 往上喷 然后在空中飞的这个呢 说是自从1960年 那会儿就有 那会儿就有 网友说呢 这是中国人 有人发明了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 1960年的时候呢 美国就有报道 说那会儿就有 有可能的性能方面呢 可能没有现在的好 但是这种idea 那会儿是有的 希望呢 这个FBI能尽快的公布一下 他们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没准他公布不了 因为从去年9月1号 就发现了 到现在也没见 他的公布个结果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